一艘东港籍的渔船 圣红富号 昨天清晨在澎湖的海域呢 火烧船烧得非常的猛烈 海巡署立刻派遣了澎湖舰去救援 海鸥也出动直升机去支援 但是海象恶劣啊 海空最后是联手搜救 好不容易才把跳海逃生的四名船员给救起来 澎湖海域海象恶劣 瞬间风力有九级 海鸥直升机到了海域的上空 看到跳海逃生的船员 以吊卦方式一把船员给救上来 这期火烧船意外发生在 这个月十九号的清泉七点多 多港籍渔船圣红富号 在北纬二十三度东京一百一十八度的 花与西方海域烧起来 当时的火势猛烈 浓烟只冲天际 整艘船陷入了火海 澳湖船长在内共有四名船员 紧急跳海逃生 其实这个船已经失火得非常严重 但他们已经自己释放小艇 在这个小艇上面带员 海水署和海鸥在接获通报以后 立即出动鹏鹿舰和直升机前往救援 这关抵达海域的时间才接近中午 不过因为海浪和风势三郎大 海空的救援行动一度受阻 后来终于在一点多的时候 把船员也救上来 是达到风力到九十三公斤 那在吊挂的过程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考量之下我们还是用全力搭救 然后来把四个人顺利的 把它搭救上直升机 四名船员当中 只有船长的左眉角有撕裂伤 通了四针并无大碍 而渔船未很会期货 目前还要再调查 记者王嘉庆告诉报道